对苗族兄弟来自遥远的湘西大山 我叫吴周明 来自湖南湘西 我叫龙登海 我们两个很喜欢唱歌 平时我们两个在家里都是站在山上去唱 他站在那一头 我站在这一头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梦想去的舞台 我们有个梦想 这个梦想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 为了我们家乡和夫老相亲 我们一定要成功 就湘里加油 郭博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到我们这个舞台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告诉我们 唱一首我们那边的歌曲 好 舞台交给二位 大和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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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大和三天 哇 哈哈哈哈 呔 爪爪雲波 太琴弱了有些快 太想还太沦潸了 呔 呔 呔 那我回来快 舅舅舅舅 或者舅舅舅 宝宝老师喊 你们喊 太特别了 你们这个怎么 我知道是假赏对吧 有点真赏 怎么可以这么高的呢 我们那里 山比较多 山比较 山比较多跟这么高 它没有别人关联的 从这个啥 要叫到那个啥 有没有 基础的发声方法 天生一下来就这样 肯定有方法 你们唱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好用劲 如果碰到危险 野兽上来 叫救命你们那边怎么叫的 妈妈 妈妈 好感 但是 大家觉得佩服吗 你们具体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们是那个 我们大学毕业 职业是大学毕业 教书 你们是 大山里走出来的 大学生 我是我们那个 我们苗寨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谢谢 就好了 我 我也是我们那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妈很快乐 那么 那么谁大 我比他大一点点 你多大 我是 你是 你是 我 你稍微上来一点点 让我看 让我 对吗 对吗 你比他大一点点 对吧 你应该在 在三十左右 你 你应该是 二十七八岁 你 你 你把我的 对了 把他的 太年轻了一点点 我只比他大 不到 半年 不 老 你们都蛮老的看 我在我们那边 是比较 比较帅的 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我们那边 帅俠伙 和我年龄 差不多的 比你 比你看起来还老人 说说你们苗家的习惯 我问一下 像是普京民俗知识一样的 嗯 我觉得 最 最让我感兴趣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感变变场 所以你还是 感激 找对象了 哦 你们对象是 说到农贸市场去挑的 就像人才市场里面挑的 就是感激你到镇上 你看到 很终于的你 看得漂亮的 你就去追他 去去去去 去去拉他衣服 所以都是这样的 这怎么像吐皮夹一样的 然后呢他如果他不喜欢你 拉下来就拉出感情了 哦 你们感情是拉出来的 拉出来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拉的 我都忘记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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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 你的 你的出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二十年前 就是你八岁已经出拉了 对 你第一个拉的是谁 女孩子 不是你八岁就出拉 感激吧 感别别唱嘛 小孩子感激也有小孩子的事 那么这个 大人就去买大人的东西 那兄弟 你觉得这个 拉这个 你觉得是不是小孩子 在做大人的事情 跟着大人学的嘛 嘟嘟 会被流传下来的嘛 这个 你的 你的出拉是什么时候 我出拉 那是十几岁吧 哦 就是你 你启蒙比较晚 也不是启蒙不晚 没看到合适的 哦 你是看准了才去拉 你是拉到来里就是菜 先拉再说 您这个 太太是 你们叫老婆叫太太 不是太太还没结婚 是哪里拉来的 就是 就是我们苗族的 敢变变场 我和她小学同学 初中的时候就 就开拉了 她同桌 然后高中的时候 她要 她读书嘛 我也读书 然后我们就 就就就就就 就就停拉 停拉 大学的时候又拉 就记得到现在 在大拉 我 十一月一号吧 就正式的 正拉了 十一月一号 哎 这个 这个你是这个这个是在哪里拉到的 你猜 那么肯定敢变变场拉到的了 现在这个是 是我毕业了之后 必拉了 然后呢 工作了 工作的时候拉 疯了 你们女朋友 你们女朋友也是苗族的 我的 是汉族的 那么 按照苗族习惯 男人和男人之间打招呼 是怎么打的 才有 就这么好一些 是什么叫 才有 他叫帅哥 你刚才叫他什么 才有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帅 帅哥嘛 你叫他出门也是你本事 对吧 就是你叫他帅哥 这个我也算了 你老是人 对吧 你怎么可以答应的呢 他叫你帅哥都算了 你 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样的勇气 你能够答应下来 你告诉我 你答应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很高兴啊 我 我现在求助 把大屏幕打开 我问问看里面有什么情况 老师你好 哇 两个 两个秒 美女 那这个叫美女 美女配帅哥 那个她是姑娘的男话筒 好 来 老伯伯老师好 你好 你喜欢 喜欢你男朋友什么 我觉得他有这描族的淳朴 很好 一句话就是好 长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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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忘书了 妹妹 她说她长得帅 是啊 你同意吧 同意 我也同意 信心名 你们可以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你们可以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但是男人真的不要帅啊 其实也挺帅的啦 你小心我今天晚上做梦肯定梦到你的 说出你们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是到我们那边办一个音乐班 请四位往前一步 让梦想照尽现实 你们的梦想是在你们那边办一个音乐学校 学校里面有什么东西 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班 但你们现在是想办一个班 我们也想办一个 一个 一个班 音乐班 那么我们能够帮到你们什么 要两间教室 可以吧 两台钢琴 两架钢琴 谁会踩钢琴 我和他都学过 旁边有钢琴 让我看看 谢谢 谢谢 我不行 你换一个 换一个 请回来 你们的梦想是有两间教室在你们家乡 哎 两架钢琴 对 因为我们两个上大学真是不容易 因为我和他的经历都是比较特殊 我在湖北那边读书嘛 毕业之后我就在那工作了五年 在一个私立学校里面 私立学校 现在我回到我们家乡去 回去我找我们那边家里挑衅 不是很好的 我请我请 不要他前面 会教他 给他们引诱他们提供一个小小的平台 让他们多走出几个大山 多走上几个大雪 这是我和他商量后的 一直一直比较 比较过切的一个梦想 明白了 两个非常淳朴可爱 不识幽默的 苗族的大学生 投出你们最真诚的一票 开始投票 投票结束 我看到你们梦想背后的东西 就是两位是苗村里面 第一个走出村子的苗族的大学生 但是今天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 你们将成为第一个出去又是第一个回去的苗族的大学生 对吧 对我们愿意 祝你们的梦想 展翅高飞 宣布 结果 这两位苗族帅哥 第一次走上梦想的舞台 就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欢乐 愿这队走出大山的大学生 能尽快回到家乡 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和他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梦想 一带一带的传达下去 加油 就这里 欢迎回来 这里是香蕉票中国梦想